哇起步耶 滑胎 有兩種狀況 輪胎太爛 法力太強 呵呵呵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期的老師推車 上星期看完保齡球 看了看這種嗎 我看了我訂閱我記得是汽車頻道啊 有時候出去吃飯 有時候要去打保齡球 有時候要去幫他試擠球鞋 打棒球也打 不務正業 好不好我們這是汽車生活頻道 要有汽車也要有生活 今天來到現場是2019年的 Skoda的Car Rock 我都叫他大鋼牙 因為Skoda的車款每一個水箱護照 特色很鮮明 就是像大鋼牙一樣 喜不喜歡你們自己判動 我是不是還好 我真的覺得這個車頭 如果可以弄得更流利一點 更帥氣一點 我會比較喜歡 我們這個當初是 我記得是頂級版的 那太多的這個專業的數據啊什麼 我們就放旁邊 那我就大概就我這幾天開起來 因為我把它開到台中 開了大概500公里嘛 那有一些測試開起來的感覺 跟大家分享 車側喔 車前包桿全部都有防刮材質 所以它的設定是這個小修旅 它的盲點系統啊很有趣 它坐在裡面 車主自己看得到 外車看不到 然後它是有iKey的 而且它很有趣喔 你看它雖然是iKey對不對 可是它鑰匙設計的是 可是它是iKey喔 我跟你講 你知道這叫鄉民神車 我跟你講啊 鄉民很好玩 它不是買車看CP值而已 它是什麼吃到飽啊 你知道它上面有飽版 裡面都在討論說 在哪裡可以花最好錢吃的最飽 所以為什麼這個車叫做鄉民神車 它們從數據上 哇你看 哇1.5T 哇150匹馬力 25.5公斤米油力 哇1公升可以跑19公里 快20耶 又有URO M CAC 5顆星的 碰撞標準耶 防撞測試 哇行李箱容器475公升耶 哇你看又有雙驅恆溫 又有車道偏移 輔助自動煞停 電動座椅 螢幕 上面小朋友都給你了 有沒有聽起來很划算 他都沒有想到 回去不知道會不會修車 這個問題 可是我跟你講 通常鄉民的那個想法 都跟真正的市場銷售數字是相反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那個 像飛機式的那個排檔感 也蠻帥的 唯一不帥就上面寫了三個字 DSG 本來都很帥的 你看它那三個字冷掉有沒有 所以那個DSG三個字啊 可能對它而言 它覺得是一個那個品牌的那種 價值感 可是對二手車上來說 看它那三個字 聞風上膽 馬上心中就先扣錢了 啊對對 頂級號一個 來來 它有皮椅 你如果陽春的是龍布椅 那它皮椅是背得有一點點老氣 它是捏那種直條紋的 然後這個車白線這樣 不過它的支撐性還不錯 看一下後座 它後座好像可以選配那種 兩三張分開可以活動的 你知道嗎 像它這是整張的嘛 它可以選擇 獨立然後可以 一來一去調一調去 四人座五人座什麼小座 這樣一來一去 好像有這個選項 然後頂級的有餐桌 真可怕耶 感覺斷掉耶 對啊就是很可怕啊 支點不是很穩 不過它還不錯的 它是用鐵架子 你以前有一些 車的這個餐桌是用 塑膠卡榫 那更可怕 然後而且它這個還有一個杯架 我們到外面看後車廂 哎唷它後保管全黑的耶 有沒有 全黑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可以給你撞啊 防刮材質就是可以一直刮不是嗎 欸這個很好用 來來來來 它這個可以這樣移動 那天去買晚餐有沒有 吊在後面多爽 都不會倒啊 先把這塊拿起來 哇這個也是很薄 不過比Kiss喔 啊這裡有這個把手 誒不平啊 有沒有 有個斷叉 不平啊 那很笨 它跟Nissan一樣把它墊高就好啦 就平啦 要有墊高就平啦 到底為什麼一定要平的啦 不平就不平啊 你看我就說了 你要放警示牌給人家個位置 哦有電動尾門 我覺得屁股還蠻漂亮的 但是你看喔 它如果掃這一條就是什麼你知道 發比亞 你放一個發比亞圖在旁邊比 它裡面有很多 我說有一些小巧思 譬如說剛剛那個鉤子對不對 還有這個 它這裡有設計一個這個 這應該就是給你放書啊 雜誌啊 反正就夾東西了 對啊就夾東西啊 好啊這是塑膠的 拉法斯紋的這種飾板 這也都是塑膠的啊 其實Skoda從以前我記得 好像它用料就是都塑膠的 這個都是塑膠 你看這裡還有小網子 我就說它很奇怪 它習慣性給你一些 好像一般的車 比較不會給你的一些小東西 它的這個設計在這 Push Star 這邊都是鋼琴烤漆的麵粉 然後它這個螢幕 我覺得這次的螢幕還蠻漂亮的 類似這種平面的安卓機的那種感覺 它好像有那種主動遠燈那種 那個叫什麼功能 智慧光束 智慧光束 噢 要死了 蛤 百里萬的車沒有油壓頂桿 都會混你有沒有 它在講什麼 幹 沒什麼好講的啊 跟新車一樣你自己來拍 它跑兩萬多跟新車一樣 它該有的標籤也都在啊 為什麼已經該沒有標籤了 真的啊 幹 嚇死我 我以為中槍了 我真的以為中槍了 在這裡在這裡 有沒有 我有嚇到 我有嚇到 我真的有嚇到 頑固做鎮定 欸 你看我們這每天都是拿身家在賭的 一個沒有看到 買貴了難道可以回去找前車子嗎 不行了吧 欸 講到買貴 昨天在網路FB 看到有人賣一樣五門的 Camry 2.2 有哦 有 也是白的 車況看起來也沒有比我們好到哪裡去 也是爛爛的 你知道開價多少嗎 22萬吧 然後講得很缺貨 不懂的別來 那個賣家 現在有的賣家用這種方式有沒有 嗚嗚哥別來亂 大家都很忙 不要浪費彼此的時間 賣不掉我沒差 不缺用不急用 我跟你講它比誰都還急啊 哈哈哈 你如果真的不缺用不急用 你後出來幹嘛 所以我說價錢這種東西 有時候我們一不小心也會買貴 但是我覺得 當然站在我們的立場比較少 因為畢竟我們在這個行業裡面 不要這個 偶有亂提失足就好 一台是夠搭 小修旅啊 站在小朋友 陸陸營爬爬山 最近一年11920 省油對不對 一公升可以跑到15公里 好我們出去跟大家討論一下 分享一下這台車開起來的感覺 跟這台車到底值不值得買 租了啊 哦 這車我跟你講 我開了三天了 激烈的操駕 沒有啦我開去台中 我不知道它 我沒讀書啦 不懂啦 可是其實 你知道 因為我已經有了那個 Rapid那一集的 DSG體驗嘛 所以當我第一次 哦我也是第一次買到這個車 我不要買貴 客人第一次問我的時候 我還去研究了一下 這是什麼車 哈哈哈哈 它的名字都取得 我記不起來呢 反正就大概就是 VAG集團的這些 這些東西嘛 那時候還沒有認識它的時候 也想說 反正就是一個 DSG的那種感覺 所以呢 我第一次開到它的時候 我當初是懷抱著挑戰的心態 所以呢 我第一次開到這個車的時候 我最先想體驗 感受的是什麼 它的乳形感 變小了 那它這個 在高速公路上的油耗 我覺得油耗的那個水準算是蠻不錯的啦 那它的油箱 大概50公升啦 它當初公佈的數據是 14、17、19 平均17公里 市區14 高速19 它油耗比較屌的一點是 它有氣缸切子 四缸會休息兩缸 所以我在它休息兩缸的時候 假設我想要超速要 要加速要超車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反應是慢的 因為它本來兩個休息了 然後你忽然 誒 哇 那烏龜車 你要踩油門要超它 那一刹挪之間 我會覺得有一點像超不過去的感覺 我記得是25公斤米的流力吧 然後150匹的馬力 1.5 渦輪增壓 剛內只噴 但我跟你講 這車我覺得它開起來沒有150匹 因為我覺得它加速真的有點軟軟 這段自動跟車的系統 跟車道偏移幅數 跟車道至中 我都有用 沿路上基本上我都有在用 然後我覺得它是屬於 渣車比較急一點 然後它是靜止了之後 你要起步要補油門 它才會繼續 要不然它會使用不動 這我有試 它這有一個功能 就是即使你沒有在開跟車的狀態 你可以把那個車道 偏移輔助的功能打開或是關閉 那你如果打開的時候 有時候假設 像這樣子的道路啊 有砸到對不對 或者是有會車的時候啊 你如果沒有打放燈 它是會有外力介入的 如果假設你打開這個車道自動功能對不對 你如果你的人是屬於這個開車習慣偏移邊的 它會一直幫你修正 它就是一直要把你弄在中間就對了 它的車重大概是1400公斤 那我覺得這個車的加速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差一些 因為原本我以為的150匹渦輪增壓 感覺應該加速應該要更凌厲一點 可是其實我整個開起來感覺 就覺得它是一個很溫的車子 那有人就會說啦 有Sport模式可以按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Mode 按下去之後呢螢幕就會出現 我們現在在Normal有沒有 就可以按到Sport 那它這個Sport的模式 我上次有一點點嚇得到就是 它有那種類似我們在開控GTI一樣的 就是當你在很極速的退檔的時候 它會有嗯嗯嗯的那種 抬高轉速的退檔反應 有沒有 還蠻帥的 當初為什麼會想開這台車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個車身的感覺上 它的車身尺寸啊 跟那個後車箱的空間啊 我覺得是感覺是蠻方便蠻好用的 好那第一次我們都是要試一下 可是它的避震器 過坑洞的時候會有餘震 太軟蠻腳下 然後它就算開了這個Sport模式 我覺得對於加速上 實質的意義不大啦 有比較的加速快一點 它的轉速率會提高一點 然後它的變速箱邏輯會有點改變 那就跟其它的Sport模式差不多 但是我真的覺得它這個避震器 你看到我們剛過一些細小的 這種小小的碎震的時候啊 你會覺得車身還會有暈震 會晃 所以我覺得這台車如果 就是說你有可能會暈車 就是比較擔心車子的那種 晃動會暈車的人啊 可能坐著這個車應該 暈車的機率蠻大 像我我就會 我如果坐隔壁坐後面 我應該幹我的行 阿呆你會暈車嗎 真少 真少 那你會暈轉嗎 我會很長啊 很長暈轉 看到那邊 塞那兩距就暈轉了 好 我們上去啦 好 怎樣 沒有說 你今天怎麼坐這邊 我今天想要找不一樣的路嗎 因為我想要試一下這個車的散路 因為這個車散路真的 開起來有點可怕 有點可怕的點是說 因為它的車我覺得是有一個重量 所以當我速度稍微比較快的過彎的時候 我會覺得車身側起很嚴重 我們不是每台車都要用來競技啦 只是說我們用我們自己的觀點來評估啦 只是跟大家分享 你看像這個玩家 車型很嚴重 很嚴重 對我整個人就已經偏掉了 因為它車高也比較高一點 這應該算小修旅嘛 我剛剛講說那個低速的乳型的部分 有減少了對不對 其實我開這個車啊 我剛開始第一次開的時候我有個感覺 因為我很想要去抓它那個乳型感有沒有 我們之前是這樣試嘛 我先把車停下來 然後我慢慢放 我把那個自動煞車關掉 它那個乳型感不見了喔 我現在都沒有踩油門喔 但是隨之而來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現在油門如果我踩一點點的話 前半段會有踩空的感覺 好我現在倒車對不對 我記得我們之前停車的那個乳型感 不見了 有沒有 是順的 很順對不對 好我現在往前 乳型感完全不見了 我這個不專業啊 我自己的感覺喔 我開起來像有一點點像CVT的感覺 後來我想了兩天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覺得啦 我覺得是它把這個離合器的那個 採放的時機跟力道 稍微把它延後了 就是說你在出採的時候 它其實前面有一段是空的 我的感覺是它好像啟動了某一種保護裝置 也許怕它容易損壞啊 不管它可能在軟體的調校上面 它把這個離合器採放的這個時機點跟力道 把它稍微做了一個延後 造成說感受上面是舒服 但是你開起來的感覺是 怎麼比以前的DSG還沒無力 會有這種無力感 所以蠻有趣的 因為常常很多人想嘛 你總是要進步吧 你剛開始買這個iPhone的時候 其實也很鳥啊 iPhone我常常在當機啊 對不對 對尤其要出新機的時候 老公我最近我的iPhone怎麼都突然當機好難用 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它這一次為了避免這個DSG的 之前讓人家詬病的那種乳型感啊 或者是說也許讓人家覺得很多災情啊 所以在軟體的調校上面應該是做了這個 一些保護措施 有做了一些修正 所以造成說我覺得這台車奇怪 150匹開在高速公路上 我急加速超車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力道跟我以前的 想像中的VAG 因為以前怎樣 我也試過1400的那個Golf嘛 那我覺得那個時候 1.4T的Golf的加速力道 都還比現在1.5T的 這個Carlock還要快 可是這一代1.5T的這個Carlock 它只會穩穩的 速度還是一直往上 但是少了那個暴力 即使我按下了Sport 好不好不要再尿了 我知道 我知道有Sport 然後它現在的那個下山有沒有 它這個 我覺得它的變速箱修正蠻多 跟以前開起來真的不一樣 我開過之前那個DSG變速箱啊 它很多在下坡的時候 通常都會把你用擋煞的功能 然後讓你的車轉速很高 那轉速很高有時候 就會讓開車人覺得說 欸這樣會不會很傷車啊 因為你一直聽到引擎是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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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它還蠻長一段時間 維持在一個很高的轉速 你就會覺得說 幹人家現在修油 會有那種錯覺 啊覺得車好像很超 的那種感覺 哦對你看它這裡有一個AirCare 有沒有看到 它頂級的有那個 PM2.5 本層過濾 講得很厲害對不對 啊其實它就是一個過濾網 它有用沒用也不知道 是心裡有用 還是真的有用 你搞不清楚 它就很像有人說什麼 吃什麼補品 喝什麼身容藥酒 把你病病給我 以前 我媽媽都害怕 看著臉書 現在我媽媽要叫我 哈哈哈哈哈哈 類似這種廣告 啊吃了是不是真的有用 幹我覺得有時候都心裡作用 你知道嗎 有病治病沒病強症的那種概念 不過我覺得這個日常代鋪 是真的還蠻順暢的 我在這邊我先提早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也第一次買這個車 兩年車嘛 還未滿兩年 原廠還在保固當中 然後新車一百二十萬 那我哭不浪噹抓一下 這個車應該也剩個八十幾萬吧 這樣是差多少錢 差三十幾萬 那回來我們應該是賣九十幾萬 我也不知道 我就這樣賣 網路上神奇的 但我跟你講 網路上只有一台在賣 有幾個狀況嘛 第一個就是新車就賣不好了 那第二個狀況是 二手車很搶手 一上去就秒殺 所以你看不到你只看到一台 第三種狀況就是什麼 車太好沒人要賣 那你覺得是哪一種狀況 車賣不好 哈哈哈哈 你路上好像能見度不高 突然很少看到 所以我就說鄉民凡指標 只要有人留言說 要推薦什麼車 我跟你講啊 十九台一台 很讚耶 哈拉一大堆 結果他媽自己騎近戰 有沒有可能 有吧 但我也有想過 就是說其實 因為這個車折價很高 你想想看 它一年多未滿兩年 快要兩年的車子 它一折就折了多少 三十幾萬 所以我們賣九十幾 讓你這個不用破百的狀況之下 大概就是買一台 新馬三的錢 來買這個車 那你可以自己去評估 有時候這二手車可愛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一台車 其實還是怎樣 你雖然覺得它CP值很高對不對 可是萬一它的後勤 如果做得不好的話 你的二手車的價格還是很差 所以還有一個問題啊 如果開一間賣新車的公司 你認為你的二手車價 到底對你嚴重不重要 那這樣你覺得重不重要 你需要去在意嗎 我就賣新的 那我關你的二手價好還不好 我覺得他們不會在意 對啊我也覺得不會在意 反正新的賣就好 但其實我覺得應該要在意 因為你二手車價好 就代表想要買的很多 會影響消費者 對啊 就你的品牌形象好啊 對不對 二手車價才會高啊 你仔細感受一下 它過坑洞會有餘症 但是它對於這個地面坑洞的處置 其實是反饋是舒服 只是差別在於說 它後面都還會再多忘記一下 很多人都會問說 福斯、奧迪 不是都用一樣的東西 到底這三個廠牌 這東西有什麼差別 有沒有可能說 福斯很會壞 但是購打還好 或者是奧迪比較好 福斯比較爛 有這個可能嗎 應該都差不多吧 所以你如果真的把這個 比如說相同的東西 的數量加起來 其實也是很可觀的嘛 比如說1.6左右的 可能有Golf 有什麼Reppy那種 還有有A1 都是用一樣的引擎 變速箱 那這三個的數量加起來 搞不好就很可觀啦 它們雖然是不同廠牌 可是一樣的東西 一個集團 那數量賣出來 其實搞不好 會不會可以跟日本車比 幹還是沒一個能打的 Toyota一個打五個 對啊應該那個數量上面 就不會那麼懸殊了 而且啊 這個裡面 不管風切聲啊 然後什麼雜音 基本上幾乎是沒有的 其實這完全這個風切聲 跟底盤的噪音的控制 真的都很好 做得很舒服啊 沒什麼好嫌啊 幹啊 阿呆你要嫌他什麼 長太醜 不會啊 他長得其實不醜耶 喔 真的喔 你覺得他長不醜 真的不錯啊 那代表什麼 有人也會喜歡這種的 代表這個 阿呆的眼光 跟我不會重複 去酒店呢 點台的時候 不會點到同一個嘛 你知道他去酒店點 然後點完了 然後有一些 有些朋友 就比較雞巴的有沒有 他發現他點錯了 他覺得你的比較好 有沒有 幹啊他就一直 拉你 你點的那一個 你知不知道 啊幹啊 差距太大 但我沒講 學年齡選的 幹一下他的 為什麼都覺得別人 玩裡面的那個 比較好吃 吃碗內看碗外 不是嗎 不是看碗襪啊 吃碗內看碗襪 真的耶 我已經很想要 很雞巴的去開它 就是油門點放 你完全不會有像他以前那種 DSG那種乳型感 或是離合器在那邊 夾放的那種 不舒服感 或是那種卡拉卡拉那種聲音 其實他卡拉卡拉 我開那麼久 這個聲音我大概只聽過一兩次而已 就是在於 可能你要把它切換到P檔停車的時候 或者是有時候 你P檔要切入N檔的時候 偶爾會聽到一小聲 卡拉的聲音 那已經沒有以前那種很誇張 幾乎每次都聽得到 然後我現在 有沒有 它的起步就是 我剛剛沒有看 是不是二檔起步 我看一下 會頓 它是不是改成二檔起步 那如果改成二檔起步 那媽的 那就是 真的是刻意的在保護它的便租箱 很多人問喔 說我買了DSG很怕壞掉 我要不要排到N檔 停紅燈的時候 我跟你講不用 因為DSG的效果就是 當你停紅燈 它就是自動默認就是N檔 就跟手排車一樣 它已經是N檔 那通常喔 DSG最怕的是什麼 長時間塞車 天氣又熱 停停走走在一二檔 在那邊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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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溫度上升超快 那個溫度有時候會高到300度 變速箱的溫度喔 很多變速箱都這樣壞掉 一檔起步啦 不是二檔 可是它很快跳二檔 它現在已經二檔了 現在還是二檔 還是二檔沒降 它不會在那邊一二一二跳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已經很低速了吧 它還是二喔 所以基本上它已經縮短了它一二二一 你看現在還在二 有沒有 正常這個速度應該要跳一檔了對不對 它現在還在二喔 所以它應該是減少了它一二檔切換的那種頻率 把它降低了 你看現在還在二 難怪沒有那個乳形感 所以應該跟我想的是一樣的啦 它就是利用這個東西來保護它的變速箱 還在二 我現在連油門都沒踩 還在二 我就等它跳一檔 幹它不跳啊 停下來才會跳吧 跳啦 停下來才會跳 喔 欸 試完了耶 好 那個 下次見 拜拜 就這樣 你補好了沒 補什麼 畫面補好了沒 你打一下倒檔 倒檔 補一下倒檔畫面啊 喔 幹 哈哈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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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毛病 哈哈哈哈 啊 下次這樣去弄要不要 下次要不要這樣嚇一下泰山 還是我們用他自己的臉 他每天早上都被自己帥醒這樣喔 他想說這帥哥是誰會不會 他會不會這樣想 不會吧 哇 這個天菜是誰 這個熊竹天菜是誰 哇好眼熟啊 萬一他看到勃起怎麼辦 哈哈哈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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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